今天平日心牧师的广播 新年快乐 活在各楼房间之年 阿们 你知道吗 当我们为这个地方相信上帝 我其实听到主是这样说 他多年前第一次对我说 我们于2012年年底 搬了进来 在之前的那些年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和你说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要筹集的资金 一直以来不同的障碍 问题都总是环环相扣 那些压力足以杀死一个普通人 还有遇见不到的事情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 上帝给了我一句话 其实是两句 第一 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 他说你尽管安静等候 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了结 因为那人在父右边的主耶稣 不把事情办妥 绝不结束 这是路德记里面的一句话 当奶奶拿鹅米转向媳妇 这位来自约旦摩鸦的外邦女孩 约旦在昨晚 亚洲杯 差一点击击败韩国队 今天摩鸦 他其实是摩鸦人 但是因为他相信拿鹅米的上帝 他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 你死在哪里 我也是要死在哪里 想象一下 生母竟然对婆婆说这样的说话 她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先之一 我们的主耶稣来自她的血统 是她的后代 奶奶拿鹅米给她建议 关于这块田的主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写照 一个名叫波亚斯的财主 他说 我女儿 你尽管安静等候 不要四处奔波 不要感到有压力 不要担心 甚至不需要担心 其他女士的竞争等等 你尽管安静等候 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了结 因为那人今天不把事情办妥 绝不结识 所以 如果你安静等候 好好安息 他会完成你的事先休息 即是他会做事 阿们 就在那时上帝开始更清楚地向我展示 当你安息 上帝就会动工 现在 如果你正在工作 上帝说我们无必要工作 我帮助你 你会以为是你 你会将一部分荣耀归于我 一部分荣耀归于自己 不是 上帝必须拥有所有荣耀 阿们 我总是说 如果上帝想拥有所有荣耀 就让上帝做所有工作 阿们 我们要有这种姿态 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上帝 但是我们太骄傲了 我们就是这么骄傲 总想拥有某些东西 总想做些东西 我们的安息不是懒惰 不是消极 而是承认 上帝是唯一的 能够结束这件事情 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阿们 能够带来成功结果的那一位 上帝赐给我这句话 带领我经历整个过程 一直以来只要遇到困难 我说直到他将事情办妥之前 他一定会完成 如果你认为我们拥有很多囚款 教会是收到很多爱的奉献 你错了 这是另一个见证 一年我们只收到一次 下一年什么都没有 但有钱进来 因为是他将事情办妥 阿们 赞美主 而另一句话语是 我想跟你分享的另一句话语是 他跟我说 我记得当时我是站在这里 工程仍然进行 还是戴着安全帽 穿着安全鞋 走来走去的人 当时我和Wendy 一起走遍这个地方 我说 哇 这层楼很有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最上层的楼层 各楼房间 主曾经对我说 他必只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 预备妥当的大房间 我从未见过 耶稣故事里面那间角楼房间 他在那里和门徒一起庆祝主的晚餐 主第一次借着角楼房间 告诉我 要相信上帝为这个地方提供了家具 他对我说 他必只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 预备妥当的大房间 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我看到这些座位之前 我已经看到他布置整齐预备妥当 他想我们要活在角楼房间里面 于是我开始学习 有很多新的发言 我相信过去一个礼拜 你有经历过 如果你看角楼房间 有很多事情可以谈及 阿们 有些事情是我刚刚从主那里学到的 我知道这些经文 我知道这些故事 却从未动释这些故事的 金欲良言 和真理 阿们 我所看到的是 这些事物是会稳定你 建立你 赐你力量 让你亨通 就在我们今年将要走进的日子里面 我们拥有的真理是永恒的 而我们今年 必须扎根在这些真理之中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阿们 请安心欢座 安心观赏 安心欢座 成了 benny 阿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活在各楼房间之年 阿们 赞美主 你已经活在各楼房间 但还要扎根在里面 阿们 每个信徒 当你信靠基督 太深奥 诗篇九十一篇说了什么呢 住在至高者的人物处的 必在全能者的任备下按据 对于那些 有以可听的人 从字面上看 希伯来文 是谁 希伯来文的城镇被称为 今日以色列 希伯来文的城镇被称为 你来自谁 来自于 Yashav Yashav 是指座下 字面意思就是座下 住在至高者的人物处的 Eleon 必在全能者的任备下按据 Shaddai 所有的保护承诺 祝福和长寿都在诗篇九十一篇 如果看诗篇九十二篇 请看你的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看 大多数圣经都会有诗篇九十二篇 安息日的诗篇 这是一首 安息日的诗篇 我们的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学到的 主日 他们每个安息日都读这一篇诗篇 安息日的诗篇 看到吗 结尾就是主分享的这些经文 刚才在这里和我们分享的 希望我们将这个栽种在心底 好吗 大家跟着我吗 顺带一提 每个星期你需要新鲜的油 在诗篇九十二篇 同一章还说 你用新油高抹我 所以每次你来主的电宗 每个星期你来主的电宗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你会得着新油 再说一次 那里的新鲜 是什么字呢 绿色 意思是新鲜 字面意思正正是绿色 绿油 就是特别初榨橄榄油 是最纯正最好的油 每当我们觉得生命 好像一潭死水 或者情绪疲倦 属灵上面感到很迟钝 就是时候拥有新油 每次你来到上帝的家 就会有新油 Amen 请留意我刚才提到这篇之前的诗篇 它说 住在至高者的隐物处的 必在全能者的任备下按据 一切应许都在这里 它必救你脱离布料的人的网络 脱离致命的瘟疫 它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 你要投靠在它的翅膀底下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 或是白日的飞战 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你甚至不知道谁是下一个受害者 你不应该害怕这一切 灾害必不临近你 之后继续 它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 现在周围有很多天使 遍布这里 遍布所有正在收睇的地方 上帝的子民和天使都聚集在一起 圣经的用字 是指有无数天使陪伴 很多时候 你从灾难中被拉回来 免于陷入危险 因为有天使在这里 Amen 在这个末世你需要天使 Amen 住在至高者的隐物处的 是什么意思呢 坐在各楼房间 首先 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坐在各楼房间 实际上 你坐是因为你已坐下 活在各楼房间 其实是住在你已被建立的地方 Amen 上帝建立你的地方 你只需要在你的心思 意识 情绪中 建立自己 Amen 让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 看看圣灵 是否能给你这个启示 好 请跟我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而上帝满有怜悯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所以我们都死了 请记住这一点 我们都死在罪中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 我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 我不像那边的那位姐妹 她的背景很坏 不是 请听好 听好 我们都死在罪中 我们所有人 然而上帝满有怜悯 我从未听过 圣经说上帝满有愤怒 上帝有愤怒 但永远不会满有愤怒 上帝满有怜悯 然后你发现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Amen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祂使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当基督从死女复活的时候 事实上以位置来说 上帝将你放在祂里面 Amen 就好像 如果你 将一支笔 放在圣经里面 OK 将这本圣经 扔入新加坡河 那笔在哪里 在圣经里面 如果有人看到这本圣经 飘在河面上 他将圣经执起来 OK 这就是复活 对吗 笔在哪里 在圣经中复活 Amen 如果这本圣经被带到最高的地方 新加坡最高的山 女士们 先生们 让我向你宣布 新加坡最高的山峰是 恩重山 OK 花帕山 我们去到最高处 那里有什么呢 圣经 但不要忘记 我们一直在谈论圣经 谁在这本圣经里面 你和我 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 我们的身份与基督一样 当他被钉十架 上帝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终结了我们的旧阿当 这样一个新造的人 就会出现 这就是重生的意义 意味着你是一个复活的灵魂 明白吗 看上来 你看到我 这个样子 我们的身体 并非真正的我们 这是你住的房子 每个人 无论是基督徒 还是非基督徒 当他们死后 他们走出这所 房子 圣经用的字是回幕 防止 居所 你的身体并不是你 你是一个灵魂 住在一个身体里面 你的灵 是来自上帝的气息 阿们 下一集的广播 耶稣坐下的原因 以及你看到祂今天 坐在天父的右边 是因为祂已经一路永日地 处理了你的罪了 你必须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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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